说女方发的短信里面开头是称呼亲爱的 没有 是吗 没有 我让他哥哥看了 他哥哥看的那个短信还想打他 真的 给他发了一次火 他上次前说了 你发展现的心气 实在过分 他打你过来的 神奇就再不发出了 我写信里面写信我 他打你了 他说好好过日子 我就没有跟他吵了 事情到了这儿 一切都过于平静 康先生选择原谅妻子 妻子谢女士也回到了家里 但是康先生并不认为妻子会就此安分 果然在一次跟踪妻子的时候 康先生看到了令他大受刺激的一幕 他到年约去找他 没晓得他跟一个宝王 是冷水就不行接的一个宝王 他跟那个宝王骑个摩托车 从那个车车出来了 他用手抱着那个宝王 用那个额部 靠着他那个结果那里 两个人发过来好亲密的 把得好紧的 我那个时候我看到了 我那个驼好像炮炸了 这样子我说你为什么又有发作 后面我要跟上他们了 跟上他了我就下车 我就把那个宝王就拔了一下 打到个人中 他死死抱着我 拿着那个宝王来打 我心里好气愤了 是五年的感情 还是真正的感情 到最后刮截的时候 你为了一个宝王 抱着自己的老公 还跟我生了孩子的 拿着那个宝王吧 你那也是那个宝王 我训练就一样子把我抓死了 那你就OK了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以前你还在相信他 还抱希望的话 是啊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彻底失望了什么 我就知道 这份感情可能很美容 这个家庭可能越洒了 我说我为什么又这样子 真的 那个时候我失望了 真的很失望 我先问一下谢女士 她所看到的是那样的情况吗 她所看到的是 我坐在人家车后面 这是事实 那是因为 就是在步行街的时候 人家帮了我们的忙 然后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她 跟她说一下 然后感谢她 就吃了炖饭 真的 然后就坐在她摩托上 人家下午还要上班的 正准备回去 然后她就看到这一幕 她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 是很亲热的一个画面 就这样坐在人家摩托车后面 手这样放着 她就以后抱着 那我也没怎么解释 一排福音 明明是真的把她 宝啊 我问了 她明明在我们那个市区 双疤的 她为什么跑到年约 那个地方去了 两个人就在一起去了 为什么两个人跑到一起 还坐在一个摩托车 一排福音 那你要这样说 那没有什么证据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为什么她住了一个宾馆 她开了一个宾馆 开宾馆的个人 为什么那个宝啊的衣服 还放在她那个宾馆房间里面 那我一开始 我在年约下车的时候 那我肯定晚上要住呀 第二天人家才过来 我请她吃饭的 你跟老板娘也问了 当时候你也证实了情况 老板娘告诉我 我问了老板娘 我说老板娘 是不是有一个拿的 她说是有个拿的 那个拿的 还有一个首饰 她也有个首饰 他们两个人都拿了一个首饰 开了个房子 开了个宾馆 为什么有这样子 其实问了一封丁丁的感觉 本来是你发出发的一些 如果说你一告诉我 什么事 你既然还想跟我在一起过 你还想把这个家里 不许采散还想 活在一起的话 其实有好多无福都可以解决的 我也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你说我也妈 我也爱你 真的 我对你的感情 现在不要对我说爱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人 发生以后 把她搞回来 搞回来之后 我跟她讲了 我说老婆 这个问题 不应该让别人知道了 好好地回去过 你原谅 我原谅你 你知道我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回去吧 她说不可以了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还有机会 既然你知道了 我们都没机会了 不许她了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也好恨她 但是我 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我们曾切的一份爱情 感情 我还是 发出 我原谅到你 原谅她 我希望她能够 理解我这份感情 爱情 面对妻子的感情背叛 康先生愤怒故意 但最终为了家庭 他还是选择了隐忍 回归家庭后 两人原本想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 但却未能如愿 隐忍死就又来了 而这次引发夫妻之间 轩然大波的 却是旁人的一句闲话 八点钟左右 我在步行街做生意 他就气冲冲地跑过来说 我听人家说 我跟谁谁谁 在哪个地方说亲亲我我 我说没有这样的事 我今天一直都在这里做生意 下午就在家里准备 然后下午出来做生意的 我说那你去把那个人叫过来 他就说 那个人明天就不在那里工作了 电话也不知道了 我说那你真要欲望 我没有 就是你你冤枉到我头上 然后后来变起来 然后他就打了我两个耳光 后来我过几天我就走了 我讲 要他回答 有一个保安告诉我 他说 你老婆 跟你前的那个保安 在后面那个空子那里 我那个妥一片坑白 为什么我老婆一次次在骗我 我为了一份真正的感情 放到他身上 为什么是忍忍地对待我 就是那一天晚上把他 我看到说这真正的话 你答应过我不跟别人都一起去了 他说 我就把证据拿出来 我就想把那个保安丢过来 他就回去吃饭去了 你为什么要真正吃 我就把他衣服拉了一下 他能打我 把我这个手就抓了一下 好